大爷昨天刚成为万元户 领导干部今天就上门借一万 少一分都不行 王营长把冒服书拉到一边 暗戳戳地表示 借钱的是化肥主任 人家有权又限管 你敢不借 明目张胆地敲竹杠 冒服书有苦难言 只能说自己回去凑凑 冒服书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应该就是自主创业 成为月亮湾的第一个万元户 就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好日子 反而日子是越过越穷 消息一传开 只要借钱的人越来越多 要一点共产主义思想嘛 要不人家会说你为父不仁 啊 又有新帽子了 啊 透数十年的恐怖 除了既得利益者 没人敢再来一遍了 于是面对所有人的敲诈勒索 冒服书只能咬牙认栽 十里八项眼红的人 懒汉流氓 都带着求取创业精的名义 来家里打秋风 大鱼大肉还不行 不然就说 冒服书是所资本主义道路 不愿意带领广的平民致富 而且在打秋风的人眼里 那些自带干粮 真心十亿来取精的人 反而是有病的一类 还没有送走打秋风的 邻居又爬了借钱 张左就有一千 问借钱去干什么 请是买自行车彩电这些奢侈品 报上说你风格高 你别磨了我的老脸啊 旁边的青年看不下去了 点名借钱的何花妈不讲道义 她可是听何花说 她家在银行有两千多送款呢 何花妈一阵尴尬 自己的钱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 舍不得花 还是凭本是借来的钱花着舒服 眼见青年揭穿两个谎言 他们也没理由借钱了 直接原型并露 解责不借钱的冒书为父不仁 我早说了吧 是个铁公鸡 哼 富挂头了 好景不长 小鬼难缠 阎王也就好惹了吗 王一长隔三差五 就着冒夫书要钱 不是领导盖房取妻 就是村子需要捐款 名诺五花八门 要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要的款数也越来越多 大队长说了 冒夫书有的是钱 捐个百八两百的 还不是老牛身上拔根毛啊 你拔 他也拔 那老牛受得了 顺利的有识之士 认识到这种清醒的解负几贫 会导致没有人敢制服 没有人敢漏服 副队长特地贴大公报告时 禁止敲诈勒索冒服输 但这种上下其手的敲诈勒索 岂是副队长一个人能阻止的 于是在这种歪风险气下 家家户户把钱藏起来 不敢买好吃的 不敢买新衣服 隔三差五就去村委会哭穷 曾经人赖人往的富裕村 现在成为狗都不理的贫穷村 事情回过到冒夫书身上 号称万元户的他 连做儿媳去信修养殖技术的钱都没有 只能趁着所有人不备 一点点的省 好不容易存得950 那些干部就像闻到鱼的野猫一样 当竟然王英找了借钱 于是便有了前晚的一幕 冒夫书回的家 发现倾家工竟然来了 对方说要买他电视机 在村口收费播放 还差1000块钱 希望冒夫书这个万元户能给支援一下 一个是乡里的领导 一个是儿媳妇的亲爹 冒夫书不知道 这仅剩的950块钱 到底该借给谁 自从冒夫书成为万元户 就像肥牛走在屠宰场 是个人都想砍一刀 新家宫廷倒有干部想小时 便假公寄自得出主意 自己用拓的方式借做那950 然后冒夫书报案说 钱被偷了 这样他就穷了 没人会找得借钱 这是双赢啊 冒夫书有些犹豫不决 此时外传了年轻人的声音 年轻人说 村长想要捐款 点名冒夫书必须以身作责 又是一个领导来敲诈勒索 冒夫书哪里守得住 只能半退半就地答应 新家宫的主意 新家宫关上门 用螺丝刀撬开橱柜 拿走了里面的950块钱 正好冒夫书的儿子贵根回来 新家宫子也喊捉贼 鬼根一看橱柜被撬开 里面的嫌疑分不胜 当即火冒三丈 为没偷了多少钱 冒夫书老是本分 不敢把假案数字说得太大 只是报了5000块 鬼根一听 这还得了 那个是80年代的5000块钱啊 火机火了的就去报警 很快 冒夫书丢钱的事 变得家喻户晓 眼红的人纷纷信三乐祸 之前没见到钱的猴花妈两人 更是当着冒夫书的面 各种阴阳关系 冒夫书在愤怒之余 更多的是清寒 几十年的邻里邻居 自己没少帮他们 怎么自己落的难 他们一个个如此兴奋 听到冒夫书遭的难 村里的秋生吐死胡悲 他和妻子省吃捡用得有2000块 因为村子里的歪风血气 不敢随得银行漏付 可如今放在家里也不安全了 付钱了一合计 准备买头牛把钱变现 这样也不会吃亏 实际两人看见一头好牛 价格也跟捡便宜似的 王一长出现了 像礼藏当的恭喜两人买牛了 没少存钱吧 可上次某某主人大寿 他们记者送了十块钱的礼 这也是要盖帽子啊 秋生夫妻哪里受得了 连忙解释都是找娘家借的 夫妻俩各种作秀 才勉强哄走王一长 夫妻俩刚喘口气的准备买牛 抬头发现王一长阴魂不散 躲在远处偷喵 想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钱 秋生嫂当机立断 牛不买了赶紧回家 秋生嫂是一万个后悔买牛 冒夫书刚丢了钱 一直呼求到自己就有钱买牛 很容易让人误会是 他们偷了冒夫书的钱 秋生闻言两腿直犯哆嗦 就被王一长揣着明白装糊涂 借此敲战勒索他们一家 关子两张口 到底还是他们说的算 幻音刚落 门外就传来乒乒乓乓的敲门声 是王一长带人来查钱的事了 秋生被吓得话都不会说了 最后还是秋生嫂帮忙言谎 说他们只是去看看行情 并没有打算买 而冒夫书得之后 怕冤枉好人 连忙出来作证 秋生夫妻才逃过一劫 把钱偷偷藏在地里 却没想到 被路过的酒鬼看到了 酒鬼玄机顺手牵羊一番 过了几天 夫妻俩来查看情况 发现钱都没了 夫妻俩抱头痛哭 更尴尬的是 梁一一直说自己穷得叮当响 现在就傍晚说丢了两千块钱 王一长能信吗 肯定要问他 钱从哪来的 这个真是哑巴吃黄莲 也有苦说不出 还是秋生嫂思味清晰 果断报了警 但王一长压根不信 认为他们是怕自己追查 冒付书的钱 报假案逃避嫌疑 服起来有苦说不出 只得去找冒付书求助 让两家的案子并做一案 两人才说得起句话 一旁的记者就明误 又是被敲诈判了的可怜人 记者是冒付书家人找来的 目的是求他写信贬低自己 有了这段时间以来 冒付书看似穷了 没人找得借钱 但为了五千块钱的风波 反而越来越大 因为教组的螺丝刀是儿子贵根的 怀疑是家贼的被调查 因为冒付书哭穷不借钱 网医长怀疑是报假案 威胁地告诉冒付书 报假案是要坐牢的 听说要坐牢 冒付书有点懵逼 赶紧去跟亲家商量对策 可对方却是一点都不慌 咱一不偷二不抢 凭什么坐牢房 那些白吃白拿 借钱不还的 谁又把他们怎么样了 冒付书被说得勉强安下了心 可这一天 冒付书去里化肥 管理员说 他扫上钢品的条子 已经过期了 如果有什么疑问 就找没借的钱盖房的化肥主任 冒付书哪里还不明白 这哪里是逼调过期了 这是被阎王爷在生死不勾名了 冒付书没有办法 只能砸过卖铁的凑了三百块钱 去找网医长求情 自己就剩下这点钱 不是不借给化肥主任盖房 是真的没办法了 看着冒付书是真的没有油水了 网医者也是会是说的告诉冒付书 给阎王爷花钱买路 管你是谁都得买 只是冒付书肥的流油 当了先出头的船子 冒付书被这个话气得够呛 连三百块钱都不准备借了 儿女们借网付书如此尴尬 把当中的记者请回来 请了撤销万元户的报道 说他们家就是穷人 全中国倒数第一的穷人 大家不要找他家 不然他就赖上大家借钱了 曾经一起风发的万元大户 如今穷困潦倒 记者都来不及感慨 求生夫妻俩找网付书求助 然后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富了的人不是被借就是被偷 有些地方还早抢呢 这都是长期过左的政策 造成的平均主义流毒 记者点评两家人的悲惨遭遇 是人性之恶导致 也是政策出现纰漏 无法遏制人性之恶 才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记者决定帮忙向上级反映下情况 之后他又召集村民开了个座谈会 告诉大伙 有钱是件光荣的事 不用藏着掖着 还说市里已经派了调查组下来 对那些吃拿卡药 敲着啰嗦的行为 将进行严厉打击 偷情的小鬼懵逼了 冒夫叔有点傻眼了 两人可都不想坐牢 于是觉得当天夜里 酒鬼通通的把钱扔到了修盛家的屋里 面对失而复得的两千块钱 两口子喜极而弃 而冒夫叔也去乡下找的新家公 严明他们可能要坐牢的窘境 让新家公和他一起去自首 谁知新家公翻脸不认人 把责任推个13256 最终只承认自己是帮凶 冒夫叔也不跟他废话 直接报锁电视机 断了他的财路 让他被村民围攻臭骂 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当然 新家公也不会就此作罢 谎称新家母病重 把女人兰花骗回来 然后将其修信在家 你回去试试 告诉你 逼急了我六亲不认 反正这日子我不过了 新家公写信告诉冒夫叔 表示你做初一 就别怪我做15 想要回儿媳妇 就拿电视机来换 这也给冒夫叔那个气呀 兰花不想陪新爹胡闹 可老爹一哭二闹三上吊 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暂时留在娘家 可他也没有闲着 一有时间就去打猪草 偷偷锁回家 不久后 调查组进入月亮湾 开始调查干部的敲掌 的所行为 网影长机忙长的冒夫叔求饶 说自己只是见到他几个鸭蛋 如今还给他 就不要告自己的黑状了 在调查组的威慑下 干部们纷纷被审查 还我给冒夫叔的钱 等着法律的制裁 公道得以声张 冒夫叔感动得戏不成声 随即找到新家公 将电视机还给他 小志以礼 动之以行地劝他和自己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而在以兰花为首的家人 鼓励下 新家公决定自首 等两人找到调查组自首时 却得知对方早已知道 也宁的冒夫叔叔被逼无奈 所以一直刻意不提 把小事画小 大家对圆满的结局笑作一团 从此以后 原来湾的村民 再也不怕漏腹了 风波结束了 但真的结束了吗